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4月25日定为世界瘧疾日 旨在推动全球进行瘧疾防治 至今世界防瘧疾日已成立有15个年头了 瘧疾是由多种不同的瘧原虫导致的一种感染性疾病 瘧原虫是由蚊子传播的单细胞 寄生虫通过叮咬瘧原虫传播进血液并随血液移植肝脏 它们在肝脏内繁殖并扩散 然后感染并撮回红细胞 引发一系列症状并可能导致死亡 依据瘧原虫的种类 瘧疾可分为热带热瘧疾 三日热瘧疾 四日热瘧疾 卵原型瘧疾和猴子瘧疾 目前已知的五种瘧疾中 死亡率最高的是热带热瘧疾 在撒哈拉山沫以南 非洲最为常见 仅2015年 当地就有1.9亿人感染 40万人死亡 这个足够狡猾的瘧原虫直到今天 对于非洲的贫困 瘧疾疫区 仍是当地妇女儿童的主要杀手 有证据表示 瘧疾不仅由贫困产生 反过来会导致贫困进一步加重 当然 我们人类与它们的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直把对瘧疾的研究看作重中之重 历史上 关于瘧疾的新发现 也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奖 或者医学奖 包括 瘧疼虫的发现者 拉维朗医生 发现蚊子是传播员的 罗朗德·罗斯 1982年 特效药 奎宁的发现者 伍德·沃德 和1970年成功取取轻高速的中国科学家 图悠悠 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虽然瘧疾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传染病 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但目前预防也可以治疗 2021年6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中国正式消除 瘧疾症症 中国疾病的消亡使得封碑再刻下一笔 瘧疾 但全世界 单有三万人旅行结束 回国后发现感染瘧疾 所以 输入型瘧疾病例 是目前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出国前 要找医生咨询一下 瘧疾的药物 服用以及相关事项 为了防止蚊虫钉咬 外出携带含碧蜿蚌等无效成分的 除虫喷雾或者涂抹剂 穿宽松的长袖衬衣 长裤子和袜子等 住宿时 尽可能的选择 带有纱窗门和空调的住宿设施 以及自带文章 回国后 一旦发热 请立即就诊